嗨 各位觀眾 我是學兔 今日 我們要讓 這一台 黑心粉紅號 晉級啦 看出來我們現在這一個 車子其實很難Q嘛 對 這樣的狀態其實是不正確的 所以我們要讓這底下的這個 車殼呢 再次升級上去 這個是我們 CNC底盤 就是別人用模型直接切割好的 然後這個底盤有一個優點 它所有的東西都是已經精算好的 所以你可以不用擔心說 像我們手割啊 會不小心割太多啊 導致會有這樣子的狀況出現 可是這種CNC底盤其實真的蠻 說貴嗎 我認為你花這個錢去買這個底盤 是有它的價值存在 這樣子一整個套件組 下來是550塊錢 也是有其他的方式來去做避震啦 手工的這種影片真的網路上蠻多的 例如用橡皮筋啊 來去套啊這種避震 但雪兔就是很想要去做看看這一環 一方面看到了老爹他們做出的 車子成品之後 我認為這種底盤是真的有它的價值存在 所以才願意去做挑選 不然我真的很希望可以用自己手工的車子來去做比賽 可是 應該是沒辦法啦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來換底盤 順便把一些其他該微調的東西調一調 前面的扯鈴也把它拿掉了 因為那時候比賽的時候是跟人家借的 所以我連頂軌都不見了 這裡之後也要重新裝上去 好我們來先開始加工好不好 首先我們先把所有的零件先剪剪下來吧 剪好了 我們現在要開始 針對這一個來去做移植手術了 前面呢 我們先做到了拆解 然後再到肢解 現在呢是移植階段 五字醫師已經先把他的身體 先放在手術台上面了 這邊有個小提示 就是在你要裝這個CNZ的時候 在這邊邊邊的地方 這個邊邊的地方 塗一點阻尼油 硬的阻尼油 你知道 一開始 我們都覺得說 四驅車的細節啊 沒有想像中的影響這麼多 但後面才知道 原來那邊給細節真的影響超多的 好了 完成了 這部分是用好了 塞個電池 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完全不會動 OMG 接下來要用的是 開始做去頭去尾 就是要把前面的這一個頭呢 割掉 還有這一個地方割掉 跟當初我們在改造 黑心粉紅號的 步驟一模一樣 好啦 開工啦 不知道 終究還是要破壞 可是這樣看起來真的很漂亮 可惡 又破壞它了 進入下一個階段 切頭切尾 對 對 我們回歸了 你氣質通通給我拿出來 嗯 是 這邊是直接 是最凹槽的 我又再度破壞一台車了 可惡 好啦 這邊 算是打磨OK了 對啊 有感受到嗎 有沒有覺得我的技巧 越來越OK了 好啦 我們繼續把之前的東西給裝回去吧 現在 因為後面裝好了 可是前面呢 因應大賽的跑道 我可能要做 堂皇的前翼 你們說這一個是 這是針對哪一個跑道來的 腳軌 腳軌 腳軌的話 他們就說要用像這樣子的彈簧前翼 來去做過彈簧會比較順 不然的話 那邊會強制讓你去煞車 我想說直接把這一台車 用成大賽的車子 好 我們就 先來安裝看看這個 彈簧前翼吧 包後面 這邊 這樣就可以了 前面這邊 這個冰槓棍 可能要這邊 削掉 然後 在這一邊 是做煞車皮的部分 好這個 之後再用吧 好了 這一個 殼也裝上去了 好 殼也裝上去了 現在要裝旁邊 有做一個 A few moments later 這是你的藥 好了 登登 完成 耶嘿 啊 終於了 啊 用好久喔 怎麼可以用這麼久啊 太神奇了 我先上去看一下 這一根冰棒罐會不會擋到 如果會的話 我等一下先把它割掉 我先看一下 馬上上去 等一下就下來 好啦 研究顯示 會出軌 但出軌絕對不是因為 其他女人的問題 而是因為它沒有 光角度墊片 我剛才想到說 啊它怎麼感覺 這一根柱子是往後傾 後來想一下 對 角度墊片 在這 它呢 是要裝在 這個 前脫這一塊 跟我們的 彈簧前翼的 這一根塑膠 這樣找到有點難看到 反正就是這一片的 這對底下的 上面 的 尖隙 要裝角度墊片 悲慘的是 我沒辦法 只拆 這一個小部分 我要把 全部拆掉 才能裝角度墊片 我前面才在講說 最悲慘的事情 莫過於 等你全部鎖完之後 才發現有個東西 沒在裡面 你要把它全部拆掉 我們再繼續拆掉吧 角度墊片 沒意外裝上去 應該就 大根告成了 先給我一個 一個瞬間的轉場 知道我把這個 角度墊影片 塞進去 因為我相信 絕對不是個瞬間的事情 現在是37分 等一下告訴你這個瞬間 中間到底花了多少時間 好 一個瞬間的轉場 好了 各位 37 36分 到現在 已經過了23分鐘 就是這個瞬間 就為了這個 該死的角度墊片 應該這一次是OK了 好不好 這一次應該是OK了 好 我們上去試試好了 OK 來到了 賽道這邊 黑心粉紅號 改 這應該算改的 黑心粉紅號改 終於要 再次出發了 總共呢 大概是我們底盤用CNC 跟彈簧前翼 那 煞車皮呢 現在還不加 如果真的是 太過快速的話 再考慮前面再加個煞車皮 那這一整個 就除了導輪 要換一下 潛工以外 就是全停工車了 來跑吧 3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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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2 1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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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給它重一些些 而且外加上我現在是紅二 所以還算是滿重的啦 整個車子的重量是滿重的 現階段 就我剛剛講說除了導輪 還有一個地方也是要再改 就是我們的車子輪胎 它的車皮這個也是要用舔工的 這之後我會再去一間店 來去做購買 然後我們前面的螺絲 因為剛剛那個螺絲有點歪掉了 所以才會導致這一個桿子會碰到輪子 因為被撞歪了 它已經被我們用歪了 這是我第一根用歪的螺絲 來吧來跑吧 現在剛剛已經看過它 跑完的樣貌了 很明顯的 煞車一定要裝好不好 下一次再用了 因為現在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可是這一次呢 已經把該改裝的東西都弄好了 下一次應該就可以直接把它用成全田工車 但再給我一點時間好不好 我們也要去另外一個店家來去買 我們輪胎要的材料 我要讓它的輪胎從大徑換成中徑 這樣的話我們的刹車皮的角度也是有需要去做更改的 啊 這移用又是一整個下午耶 我的天啊 改這個車子就只改幾個細節喔 你就要花很多的心思在這一台車上面 只是我們黑心粉紅號呢 距離完成的階段大概還要 呃我猜 再兩三個階段就好了 車殼應該是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等全部裡面的零件弄好之後 我就會換車殼 那時候它就會變成Lock車 好的各位 我們這一台車呢 就到這邊了 因為剛剛電池沒電 所以它在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whatever 如果對於改裝上面有任何的問題 其實都可以跟雪兔來去做建議 我對於車子其實還是不是很不了解 雖然在這一個外殼啊 還有一些 雪兔的手法上面會有許多的意見 但是 就慢慢學嘛 我們現在是高階之路3了 你知道嗎 所以一切的一切都已經越來越 進階了 蠻 蠻 蠻奇妙的 真的蠻奇妙的 好啦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雪兔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4G車的影片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記得在下方留言給雪兔 訂閱雪兔才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 記得分享這支影片 給喜愛玩4G車的朋友們 喜歡的話不妨留下你的LIKE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啦 各位 BYE BYE